老道士主办人蔡姓男子 检方认为他是有券证之鱼 所以昨天晚间将他申请羲押 但是生押亭开不到10分钟 主嫌就被赤回 另外派对女主角小宇 因为已经被警方找到 而且证实他是未成年 所以蔡姓男子恐怕 得要因此重判15年的有期徒刑 另外传出了蔡姓男子 之前担任旅行社的导游 派对的事情 事情事后都处理得非常惊艳 老道可能他不是第一次举办这种派对 台铁青色派对主办人蔡姓男子 晚间走出法院 因为积押亭开不到10分钟 法官就认为没有积押的必要 将他当庭赤回 虽然一句话也不说 也掩不住一脸憔悴 但是神情已经轻松不少 警方在蔡姓男子家中 搜到电脑主机 查扣网络通联记录 保险套漱口水和湿纸巾 则是情色派对证物 而旁边两条大毛巾 是当天主办人铺在车厢地板上 避免留下痕迹 最后就是女主角穿的OL服装 证明当天确实有角色扮演 我们正式拘提这位蔡姓的主席 同时也申请了搜索票 到相关的地点去搜索到相关的物证 蔡姓男子38岁偶尔会当旅行社领队 熟悉台铁租车规则 这次在五名纠察队分工下 检查针孔 彻底清洁 找不到证据 可以看出经验老道 可能不是第一次举办 但这次被抓包 主办人已经涉及刑法图例 使人性交 最高五年以下徒刑 加上女主角是未成年 还触犯儿授法 如果没有收钱 属于仲介罪 可处七年以下徒刑 相反的 如果从中谋利 最高处十年徒刑 算一算 蔡姓男子恐怕得在牢里 待上十五年 因为现在没有完全盗案 结果盗案的部分 应该来讲 都有一定程度的学历 涉案的25人中 已经有12人盗案 外传当天吹箱窗帘 没有拉上 参与成员涉及公然猥亵 也免不了受罚 不过两个重大关系人 已经盗案 事情真相也将水落石出 中文新闻海北综合报导